大家好 今天我想分享一个我们国家的少数民族 这个少数民族和越南有着很大的关系 它就是越南的京族 我们知道越南的主体民族现在就是京族 虽然这个越南国家很小 这个国家拥有的民族也有50多个 和我们国家是差不多的 今天这个民族它现在已经属于我们中国了 它为什么会回到我们中国 还要从历史上说起 它是这些人生活在中越冰线的三个小岛上 这三个小岛其实一直是被越南占据的中国领土 它这里面是中国的唯一一个海上的民族 这个民族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三个小岛 它分别位于哪里 这个三个小岛其实就是京族三岛 分别叫做乌头 万尾和山兴 它们都是海水成年冲击泥土形成的沙岛 在历史上 这三个小岛也经过了很多次变故 尤其宋朝的时候 由于宋朝我们知道是中文清武的 它为了避免唐朝 翻证割据的局面 它一直压制武人 重有文人 所以导致一些偏远的地方 它就无法整括 当地的吐司就发生了叛乱 贵世当时的安南国 也就是身家的越南 然后清朝的时候 因为法国又入侵越南 当时越南向清政府求援 清政府是它的宗主国 所以清政府派出军队修复了越南 驱逐了法军 但是越南它这个请求援助 也不是没有任何条件的 它请求援助的条件就是 援助胜利以后 它会归还京族三岛 于是在清朝的时候 这三个小岛又重新回到了中国的怀抱 京族三岛的总面积 大概有20平方公里 很小很小 在上面居住的人口有1.3万人 他们都是来自于一个同一个民族 就是京族 就是现在越南的主体民族 它也有自己的民族语言 叫做京语 不过因为这个语言很少人用 可能慢慢已经被淘汰了 这个民族和其他小数民族 是完全不同的 他们是完全依靠海人生活的 靠捕鱼 包括一些海上的经济作物 他们已经适应了海上的漂流生活 他们的日常饮食也是以海上的物种为主 包括海鱼 虾蟹 还有海带啊 紫菜 就是真正的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靠海吃海吧 其实这个京族呢 在回归中国以后 当地政府也利用当地的特色 民族特色和海滨风光 大力开发旅游业 经过很多年的建设 现在的京族三岛已经成了中国著名的海滨旅游圣地 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游客 去京族参加他们当地一个盛大的节日 叫做哈杰 如果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 很多人无法去越南旅游 其实我觉得去这个京族三岛也是可以的 因为在民族上 京族和越南的主体民族是一个同一个民族 再加上他们的文化习俗 包括语言都是很相似的 再加上他们也是靠近海边的海岛 海岛风光 如果暂时去不了越南的话 去京族三岛旅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你甚至会觉得你就是在越南 身临其境的感觉 因为它除了属于我们中国之外 不管在自然风光还是在人种 包括民族特色上面 和越南是没有区别的 这个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京族有更多的了解 或者是对京族三岛 你曾经去哪里旅游过 大家可以分享出自己宝贵的意见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